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 我个人最喜爱的影视女星 李小冉 9月23日光荣与梦想独家首发剧照 演员李小冉饰演宋庆龄 据悉在剧中 李小冉要演绎宋庆龄 从22岁到58岁的一生 为了外形上 更贴近角色 她甚至在旗袍里加棉袄 后期的老年妆 每天要画上4个小时 几乎天不亮就开始备战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 剧照一出无比惊艳 说到她演绎别人一生 让我不得不联想到 李小冉自己的前半生 从20岁出道 到如今的44岁 她在感情这条路上 可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的苦 李小冉1976年出生在北京 很小的时候 便被父母送去了北京舞蹈学院 本没有一点舞蹈基础的她 却坚持学习了8年的古典舞 成为了一名出类拔萃的专业舞者 后来她又加入了东方歌舞团 也是在这里 李小冉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在东方歌舞团时 就有很多人夸赞李小冉的长相和气质 认为她应该进入演艺圈 2000年初 赵宝刚导演的项物项羽又项风 需要一个会跳舞的年轻女演员 于是成坤牵线搭桥 变成了那个带李小冉入行的人 而李小冉在凭借自己出色的表现 成了赵宝刚导演的御用演员 在参演巴黎童话时 结识了投资人孙东海 孙东海是有名的影视业投资人 从事房地产起家 可以说在北京有权有势 本来她的正牌女友是巴黎童话的女二号 但在看见李小冉后 便无法自拔地对其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恋爱期间 李小冉想要什么就埋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还在孙东海的关系下 进军香港影视圈发展 在外人眼里 她早已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小公主 可是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了三年 因为孙东海的控制欲极强 宠爱是真的 但没有自由也是真的 李小冉和朋友打电话发短信 都需要被孙东海调查 而当孙东海发脾气时 不只会骂李小冉 就连李小冉的父母 也可以指着鼻子骂 一旦她提出分手 孙东海便拿剪刀戳着她的脸威胁她 所以这段感情 对李小冉造成不小的打击 甚至也影响了她接下来的生活 2008年 李小冉下定决心远离孙东海 分手后在拍摄 杨丹摄林时与烟波相识 两人渐渐开始相爱 但由于恐惧孙东海 她迟迟不敢公开这份恋情 直到2010年 烟波被几个陌生男子砍伤几十刀 伤势异常严重 李小冉才现身医院承认了这份感情 并表示 这辈子没有什么能把我们两个分开 后来经调查得知 尽管孙东海拒不承认伤人是自己的意愿 但伤烟波的正是她的几个朋友 也是经此一事 李小冉才真正的挣作 大胆把孙东海三年来的行为公之于众 还称不论以后烟波是否会残疾 自己都会奋不顾身地嫁给她 但平静的日子并没有随着孙东海的放手而结束 反而因为恋情的公开 李小冉被扣以第三者的头衔 挨了很多的骂 原因是烟波与梅婷2017年离婚的消息并没有公布 所以对网友而言 李小冉就是第三者 还是梅婷站出来亲自澄清 才让风波了然 经历过这么多事 所有人都觉得李小冉烟波一定会走到最后 甚至李小冉自己也在2013年 今夜天使降临的发布会上 默认自己怀了烟波的孩子 并表示好事将尽 可天不随人怨 没多久李小冉就流产了 两个人结婚的事情也不了了之 这场跌宕起伏的爱情 虽然没有因为伤害和误会终止 但2014年6月 李小冉还是亲口承认了分手 想必过多的磨难 还是消耗了彼此的爱与能量吧 凡事过往皆为序章 李小冉除了和孙东海 烟波谈的这两场过于轰轰烈烈的恋爱外 也曾和不少男人传过绯闻 其中包括轻盲的导演杨文军 据传杨文军很爱李小冉 分手后不惜以死相逼 只为留住这份爱 但兜兜转转 李小冉还是嫁给了相识16年的男闺蜜 许嘉宁 许嘉宁可以说是见证了李小冉的成名之路 同样的也陪他度过了很多困难时刻 包括和孙东海在一起时的恐惧 烟波被砍伤后的无助 情商分手后的痛苦 甚至在李小冉的感情空撑期 许嘉宁还主动给他介绍过靠谱的男人 许嘉宁用行动上演了陪伴 才是最长前的告白 2014年两个人修成正果领了结婚证 2015年在比利时的古堡举行婚礼 在婚礼上 许嘉宁对李小冉霸气表白 嫁给我吧 给你五个亿 让你做 李小冉的半生感情里 既经历过被控制的丢失自我的爱 也经历了生死时刻 不离不弃的爱情 但磕磕绊绊后 终于也收获了平淡又美好的生活 幸福本就是藏不住的 婚后的李小冉减少了自己的工作 会和老公一起计划去全世界旅行 还会在家里打理属于自己的小花园 而许嘉宁也给了李小冉最大的安全感 十年如一日地接送她工作 细心体贴地让她可以随时联系上自己 相信李小冉早已在这场婚姻中得到了治愈 也懂得了享受生活 更明白了爱的意义 从20岁到44岁 李小冉在自己的感情经历中不断地成长 可以说每段情都给她带来了不少的改变 也正是这些挫折让她找到了最后的幸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还有更多精彩 期待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